在这边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马来西亚市场的 C-Segment SUV 又要迎来一个中量级的产品 这一款车是谁呢? 这一款车就是奇瑞的 Tigo 7 Pro 而且这款车已经预计会在 2020 年的上半年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这一款车有什么特点呢?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Tigo 7 Pro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! 奇瑞在 2023 年正式宣布回归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 他们的首批产品有两款 包括这个 Omodify 跟这个 Tigo 8 Pro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到的 Tigo 7 Pro 呢? 其实你可以看作是 Tigo 8 Pro 的五座版本 因为它只提供了一种引擎配置跟一个座位设定 其中呢 它是采用了这个 5 加 2 的设计 原厂表示它是大五座 就是讲 如果是你焉有需求的话呢 这个后座是可以载人的 但是一般上来讲 他们会建议你把它当成一个空间比较大的五座车型来使用 另外它配备的是 2.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在马来西亚售价大概是 16 万令吉左右 这个价格对比起同级产品可能会有竞争力 但是实际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偏高 所以才会有这个 Tigo 7 Pro 的出现 那么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Tigo 7 Pro 其实跟 Tigo 8 Pro 是蛮接近的 但是它在一些细节上面进行了一些非常细微的调整 包括了前面的保险杆 后面的保险杆 还有灯主都会有一些微调 另外它的车针尺码呢 也会稍微比 Tigo 8 Pro 短一些 可是轴距是一模一样的 为 2670mm 所以内部的空间表现呢 基本上还是一台 C7 应该有的这个规格啦 这个 Tigo 7 Pro 的内装设计同样的跟 Tigo 8 Pro 是很接近的 同样有一个双联屏的设计 包括支援这个无线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还有一个全数位化的仪表 另外呢 它的冷气控制面板都是这个触控面板来的 所以呢 使用起来 科技感确实有在 但是忙操作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 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 Tigo 7 Pro 的方向盘设计 握感跟质感的表现都非常好 除此之外呢 这一款车除了是从 5 加 2 座椅变成 5 座之外呢 它的安全配备跟 Tigo 8 Pro 是一模一样的 其中就包括了 Stop & Go 的 ACC 啦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易警等等 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到 另外呢 基础的 6 气囊 斜迫起步辅助系统 跟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也是这辆车的标准配备 其实目前这款车也是刚刚在澳洲市场上市 所以我们暂时还不清楚它的安全系数 但是相信 以这辆车的这个车身骨架设计 跟它的安全配备 在澳洲市场要拿到 AMCAD 的 5 星撞击测试成绩 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么 接下来呢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Tigo 7 Pro 跟 Tigo 8 Pro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们的引擎部分 刚才我有讲到在马来西亚市场的 Tigo 8 Pro 呢 是采用 2.0 公升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而在 Tigo 7 Pro 的部分呢 它则是采用了 1.6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同样的也是 TGDI 啦 最大马力表现为 196 HP 峰值率率表现 290 Nm 根据澳洲媒体公布的数据呢 这款车的 0-100 加速为 8.3 秒 我觉得这一个加速成绩还不错啦 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匹备的这个 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而且是实施的 传动效率的部分会比较出色 所以在油耗的部分 其实我在网上搜索暂时没有获得太大的消息 不过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呢 包括我们自己试驾之后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油耗表现啦 如果是讲以一台 C-Segment 的 SUV 来讲 我觉得这样子的动力配置其实也非常足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价格的部分呢 我们暂时还不大清楚 不过可以预计它应该会在 13万令吉到14万令吉左右 因为目前 OMODA 5 的顶配版本大概是 12万令吉左右 而这个 Tigo 8 Pro 的售价大概在16万 所以这个 Tigo 7 Pro 呢 它的价格一定会在这两款车的之间 所以我觉得13万令吉到14万令吉左右 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 可是这个价格同样的也会达到 这个 Proton 的 S70 MC2 如果让各位选择的话 你会比较支持哪一款车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未来有关于更多这个 Cherry Tigo 7 Pro 的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 Channel 跟我们的网站上面 为大家更新消息 所以记得留守两遍咯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